他怎么变了一个人 怎么和我梦中的女君 如此相似 师父 师父 你是谁 胆敢擅闯大择火 伤我天宫先军 扰乱上军寿宴 擅闯 闲下上军看看 此帖 是否是尊师所写 本殿是受邀而来 何来的擅闯 下军闲善 见过神军 紧招 你斩我青池宫掌座 我伤你区区一个上仙 又有何不可 你是后池 不可能 后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灵力 凤染拜见 后池上神 见过后池神军 拜见 祝愿拜见上神 方才你说我灵力低微 不足以做出决断 不不不 上神 我没有说过这话 我不知上神驾临 还请上神看在天宫的份上 天宫 方才你口口声声说 我青池宫掌座勾结妖族 这才一会儿 你便忘了 那是夏军口出狂言 口出狂言 后池 凤染勾结妖族 证据确凿 今天就算你在这里 本殿也当将他绑回天宫问罪 是吗 是你们两个自己说 还是本殿替你们说 神军饶命 神军饶命 夏军不敢妄言 这伤口 确实是青池宫伤的 你不要命了 你们怕什么 有本殿在 还由不得他颠倒黑白 此伤口并非妖族灵力所伤 不过是敷上了一种 令伤口变换的灵水罢了 青木 你的意思是 此灵水 乃西海海底的 幻于灵片所致 用非红花花蜜涂抹 方可让伤口变回原形 此花蜜大则腐常为 东华上军最喜以此物服以查点 本军 这便派人去取 是夏军 欺瞒上军 救神军饶命 你们两人 还不从事招来 这伤口 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 是我们自己 这两位小徒 偷入青池宫盗取灵犬 被神军发现 神军看他们年幼 未曾责罚 他们倒好 偷引灵犬也就罢了 现在还当着众神 反咬一口 说我们青池宫勾结妖族 看来是二人丢了火山湖 怕被责罚 所以边下谎言 你们敢骗我 我宰了你 你别动不动就要打要杀的 物归原主 上神 这种小玩意儿 你要是喜欢的话 尽管拿去 我府上还有更好的 我也是一时不小心 才找了这两个兔崽子的刀 请上神 恕罪 他二人的责罚 自是不能少 但你多次口出狂言 更是可恶 这个 因为你迷回本去 这个 是为你辱墨青池宫 这个 是你万年前在冤陵沼泽 赐予凤染的背后一剑 上神饶命 上神饶命 求上神赶在 景阳打殿下的面子上 让我一次 景阳 本殿倒是忘了 在天宫还有三位殿下 为你做靠山 若是本殿要罚你 就是天地 又能奈我何 可恶 后池 你莫要欺人太甚 二哥 就是他 赏了我和紫园上神 这位是 二殿下 这位是青池宫的后池上神 原来是后池上神 不知景阳和紫园 做了何事 让您如此成见 二哥 二殿下真是来得不早不晚 刚刚景阳使唤紫园 污蔑我们青池宫 勾结妖族你不在 现在后池上神 要教训这小人的时候 你倒来主持公道了 我 小神君言重了 您第一次来 就遇到如此是非 是东华招待不周 让小神君受了委屈 景阵殿下 以今日紫园所为 不知九重天宫 与青池宫的万年交好 是否还有必要在手 请昭莽撞 紫园上君所为 绝非天宫之意 还请上神不要误会 还请二殿下问一问天地 按照仙界的律法 该如何处置紫园上君 侯迟 你 上神放心 景阵 定当将今日之事 向父神禀明 我们走 等等 下军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询问神君 不知神君 可否一步后点 不可 青木 快走 去博玄的竹屋 我坚持不住了 刚刚到底怎么回事 我这灵力 怎么又是你 青木上君 你几番纠缠 到底想要做什么 凤然上君 在下并无恶意 青木上君 本君还未致你 大不敬之罪 你倒自己跟上来了 后治神君 在下敢来 只因疑问 千年来我屠居北海 不曾记得与你照过面 可为什么见到你的时候 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登徒子 你到底有完没完 我只是想把这件事情 搞清楚 你简直可笑之急 你对本君什么感觉 本君怎么知道 好 那我的仙剑呢 你的仙剑 被本君一掌碎成粉末了 不是把它烧了吗 是 又如何 神君可能有所不知 那把仙剑对我来说 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纵使它再珍贵 只不过是一把仙剑罢了 本君今日就不与你计较 不敬上神之过了 你也见好就收 不必再纠缠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只想拿回我的剑 我大概听明白了 清目常君 这几颗灵珠 够你买把好剑的了 我只要我的那一把 你简直是无聊至极 你的灵力 后尘你怎么了 妇人快走吧 刚刚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 我就是有些损伤神识 方才我见那紫园 要伤你性命一时情急 便用了这手链 可你那灵力 连低等仙兽都不如 这手链如何能帮你 击退凤与煞 再说了 伯玄只是一普通仙君 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法物 伯玄说过 用这手链 会瞬间提高修为 方才是我第一次使用 才不过一炷香的功夫 我便感到 有些力不从心了 这天下果然就没有 不劳而获的事情 对了 还有那个北海上君 为何要如此纠缠你 他用飞剑追我 还划破了我的衣袍 我一时气不过 便把他的仙剑给烧了 紫园仙君 你是我天宫的仙君 我父神都还没有罚你 你还跪着做什么 还不起来 微末计量 三妹 不要 我父神都还没有